都说男人长相底子好得越老越帅 经过岁月的沉淀更加有魅力 但是这八位明星却被岁月这把杀猪刀狠狠宰割 每一位都在发福之后一去不复返 第一位 狄龙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香港掀起了一阵龙风 而狄龙便是其中之一 狄龙的颜值曾经有多能打 甚至被誉为湘江第一美少年和古装第一美男 堪称玉树林峰 年轻时的他英气逼人 帅到没朋友 一度成为70年代香港影坛的大哥 传闻中 成龙曾有拍摄古龙武侠电影的愿望 却被古龙亲自拒绝 直言 我小说的男主角是给狄龙和江大卫的这句话 可谓是杀人诛心啊 古龙对狄龙的评价高度易美 他如冬日里的阳光 如春晨的风 拥有完美无瑕的脸庞和动人至极的笑容 以邵氏电影为主导的70年香港影坛 狄龙和江大卫携手组成狄江黄金搭档 合作28次 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为著名的双生搭档 狄龙更是红遍大江南北 然而 他的花期却显得短暂 年过40岁 竟以年老色衰之名 遭遇职业波折 离开了邵氏 当他再次登上屏幕的时候 却发现40岁的他发际线后仪 面容老太净显 尤其是在《还珠3》中扮演的皇帝角色 更是令人感慨岁月不饶人 不仅身体圆润 头发也卸了顶 还有各种皱纹 爬满脸盘 眨眼看去竟和莫言有几分相似 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但是这狄龙的身上 这把杀猪刀真的有够狠的 现年76岁的狄龙已告别影坛 沉浸在退休生活和家庭天伦之乐中 竟想晚年岁月 第二位 杀翼 我就问年少时 谁没被杀翼饰演的白斩堂 那招葵花点学手迷倒过 杀翼年轻时的颜值堪称惊艳 甚至可以媲美当今最为出色的小鲜肉 他在军艺时期 就是校园里的耀眼存在 被誉为校草 甚至可以说是九亿少女的梦 也不为过了 是无数女性心中的男神 脸上的胶原蛋白 恍若仙女试过的魔法 宛如水晶斑透亮 令人难以置信 皮肤细腻嫩滑 与女性毫无差别 贱眉形目 五官立体 身形瘦靴 线条清晰 透露出一种清新俊良的气质 就拿当初的武林外传来说 杀翼饰演的白斩堂 可谓是颜值担当 尽管那时候的他 展现出浓厚的喜感 但无可否认 他的颜值和气质 都是相当出众的 白斩堂这个角色 成为杀翼的代表作之一 甚至很多剧迷 都是杀翼的眼粉 但到后来 杀翼进入发福期 身材走样 油腻大叔 颜值不复巅峰 这些都是他现在的标签 整个人肥大了一圈 头发也只剩悉数几根 一步步走向了邪性的道路 但这对他来说 确是一道命运的转折点 他的形象和搞笑融为一体 在综艺上面发挥得如鱼得水 只要有杀翼的节目 必然笑点密集 这也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第三位 沈腾 当大众开始认识沈腾的时候 他早已过了颜值巅峰 原本以为沈腾军艺笑草 只是第一个梗 但没想到这居然是真的 这颜值真不是乱吹的 沈腾曾经在开心麻花 接受采访时候的照片 那个时候的颜值 完全不输现在的当红小鲜肉 就算放到现在 也是可以靠脸吃饭了 那时候的沈腾五官精致 皮肤吹弹可破 沈腾年轻时候的颜值 感觉可以去演流星花园的F4了 你说有没有 年轻时候的沈腾 谁看了不说剧 我靠呢 这张也够萌的了 摸着小狗 腼腆的表情 倒微眉吗 给人一种萌帅萌帅的感觉 但到了中年后 就跟沙姨一样 逃离不了发福的命运 曾经引以为傲的五官 不仅开始横着掌 整个人的状态 也非常沧桑 怎样都逃不过发胖 发际线后遗 一整个油腻大树的感觉 根本回不去了 但也正是因为她的发福 沈腾才能在戏剧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顺 在节目中看着一个 微微发福一脸褶子 浑身笑点的男人 你很难不喜欢他 所以大家都在调侃沈叔叔 他是走实力派的 一个人的颜值可以是消失的 但是一个人骨子里的实力 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沈腾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我认为是很成功的 只不过曾经的颜值太巅峰 导致现在跌得太痛 第四位 陈冠希 陈冠希年轻时的他 可谓神言的代表 被誉为中国男演员匹帅的鼻祖 那一抹不经意的鸣嘴一笑 简直是帅到了天际 陈冠希的帅气不容易维度去定义 他的外形 气质 疲离 脾气 玩世不恭的个性 都是令女生未知倾倒的迷人之处 更成为无数小伙追捧的楷模 眼神和表情更是冠希哥迷人的独特特色 眼神深情鉴定 对视之下 即便内心在坚强的女生 也难以抵挡三秒的撩人魅力 表情常常带点脾气 却总能在脸上展现出 让人心情大好的笑容 让人欢喜不已 他早期的电影 无论是《无剑道》系列 还是《头文字帝》这些 被称为演技非常有潜力的 还是时差七小时 九个女仔一只鬼牵鸡变 这些无脑的动态的他 360度无死角 可以说早期的冠希哥 能帅过他的只有金城武了 经过退圈 仅过三十岁的陈冠希 颜值就开始下滑的特别迅速 并逐步向本山大叔靠拢 衰老的速度非常快 如今四十多岁的陈冠希 满脸麻子 不修蝙蝠 眼角的鱼尾纹异常明显 曾经的脾帅也就只剩脾了 如今他也不得不服 自己衰老的速度 甚至还慢慢妥协自己 长得越来越像本山老师了 第五位 尹正 尹正曾是清爽小生的代表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 他的外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被形容为日益一化 发福前的尹正 五官精致 小头小脸 散发着一种港式帅哥的感觉 然而 发福后 他显得有些慈祥 热爱美食的他 不管是在剧中 还是现实生活中 都展现了极大的食欲 尽管后来尹正尝试减肥 甚至分享了减肥食谱 但结果却令人有些出乎意料 减肥仿佛减了个寂寞 如今的尹正 脸庞是原来的两倍大 加上臃肿的身材和披肩长发 宛若隔壁阿姨 换双鞋就可以参加楼下广场舞 这样的形象 似乎让人不禁联想到 他可能朝向鞋心方向发展 尽管在并边不是海棠红中的表现 受到好评 但观众也对剧中肥嘟嘟的形象 表示了一些担忧 认为这样的状态 影响了整体的观感 或许 尹正如果还想继续走演员路线 可能需要更加注重身材管理 以保持更符合观众期待的形象 第六位 杨俊逸 《水月洞天》中饰演同战的杨俊逸 当初的玉树凌风风流倜傥形象 相信让不少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年仅十岁就成为国家级运动员 十六岁更是基身舞婴级运动员 他的俊秀面容和高超舞异 让各大导演纷纷青睐 成为许多女星心中的梦中情人 就连女神陈法荣也曾被他的魅力所折服 然而 在事业巅峰期 他却选择激流勇退 投身武术事业 如今 年近五十岁的他 已经变成了大度的中年油腻男 完全没有当年的风采 这一转变或许让人感慨岁月无情 但也见证了他在不同领域的坚持和努力 或许 这也是他个人生活和事业选择的一种转变 值得我们对他的多方面才华 给予尊重和理解 第七位 窦维 窦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确实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 无论是人气还是才华 尽管窦维不靠脸吃饭 但也不能忽略他年轻时非常帅气的外貌 清秀的身段 小平头 单凤眼 清冷的眼神 展现出时而不羁 时而儒雅的两种气质 融合的恰到好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窦维的颜值也经历了一些变化 从秃头开始 近年来 窦维已经发福且秃头 看起来就像普通的中年男性 失去了过去的仙气 显得略带邋遢 尽管被路人拍到的照片 让人感觉有些拉里邋遢 外界对于他发福的描述 但窦仙本人可能并不在乎 毕竟 他骨子里充满了狂傲不羁的气质 而对于他来说 音乐和他所热爱的生活方式 才是最为重要 第八位 汤震叶 汤震叶与刘德华 梁朝伟 苗乔伟 黄日华一起被誉为无限五虎将 而他更是被认为是五虎中最帅的一位 在《天龙八部》中饰演的段玉 温文儒雅 英俊不凡 仿佛是书中人物走出来的一般 有人评价他 长身玉丽 五官秀气 有点胭脂味 亦有几分书卷气 与段玉气质甚进 汤震叶简直就是古装美男 玉面书生的代表 见眉心目 笑起来眼里有光 然而 岁月无情 步入中年的他开始经历秃头 发福的变化 在剧中饰演富商沈万三时 有观众表示 曾因为形象变化而难以认出他 步入中年的汤震叶 似乎已经对身材管理放松了 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剧中 都展现出秃头发福的形象